这个拍的有点点没那么清澈 不过这应该是脱不了关系 这应该是跟这个疫病 还是陆菌病 尤其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应该是这个湿度 有的说是不是白娟 白娟就是看不出来 尤其你这种可能有这样 所以这种应该是跟这个白娟 通常是在脏头那里 你这都在盘州 所以这应该是跟陆菌病 还是说这个疫病 到底要怎么去盘这个陆菌病 还是这个疫病 这一盘就是说那是这个很难 这小小的时候有时候很快去盘 所以我们就给它盘这两种都有 去选择这个盘子 两种都有好的一个盘子 来给它这个做处理 这这样通常 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好够 包括我们可能会去盘 这可能是这样 这个疫病的部分 来看起来 它通常在脏头那里一点点 尤其较较买的那里也会对 因为只要是就好 它就更容易对到 所以可能就是这个 这一类的用药 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 这让你稍微知道 这是说 又回到了 那个 我们每次用药 塗到这种 小菜种 这个药没有很多的时候 有时候它的药没有扩大使用 它就没有人这个药的公司 就不会去给它登记在那个上面 所以 包括在骨材有 有附到车帮 所以 倒是还有一些药呢 可以去用 比如说 像这个 啊 用多宝在梅树 配合这个 像火比巴克 还是说像这个亚托民 这都陆菌 跟疫病都有 然后 我们通常是这样来用 效果呢 就会变成亚托民 甚至这个 克收心 伊浦桐 这都是 藥轮在用 因为这些藥呢 通常都是一个 更廣谱性的 这个用药 不要一次用两项 你就一次拿一项去用 啊 这通常是对基盘病 对这个藥病 对这个 啊 落菌 甚至有的对受病 也都有这种 啊 抑制的这个效果 所以呢 啊 需要注意一下 啊为什么刚才来说 这个这个 这个药包在梅树 因为当时 那温度较高的 很有可能 它就会有一个伤口 然后容易产生 这个 细菌性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病害 这在温度较高的 时尽 就较不容易 你来发生这种的 这个情形 啊 不过呢 你在这方面 你还是稍注意一下 啊 大概 我们这样来 使用 应该就很快 可以把这个病害呢 啊 得到油耗的一个 这个控制 啊 所以呢 这有时候 在我们在用药的时候 大概呢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啊 轮流用药 是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用药的管理 啊 啊 比较三性 这种抗要性 这对着我们 尽管農用的 使用 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啊 嗯 这种抗要性 啊 这种抗要性 呢 就要不及了 如果